午夜的末班公车与森林里的动物大会 小明高下午夜的末班公车 车上乘客与司机全都消失了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幽灵公车吗? 狮子王召开一年一度的动物会员大会 这只动物竟然没来 JJ Talk主要是用轻松、诙谐、有趣的方式 分享知识、成语、谜语、脑筋及转弯语笑话 邀请你一起来探索影片每周更新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了点赞与分享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小明是标准的上班族青年 每天朝九晚五 因为都会去房租比较贵 所以小明选择在偏远的郊区租房子 每天坐公车通勤 这个月因为公司要举办展览 办公室每个人都忙得分身乏术 小明也不例外 但是 小明今天感到特别的不顺利 昨晚失眠 早上又被主管碎碎念 甚至还不小心打破了杯子 午餐 晚餐更是忙到没吃东西 好不容易把主管交办的事情做完 更是从头到尾细心地检视一遍 他这个时候才注意到 时间已经晚上11点多了 办公室也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忽然想起 末班公车就快来了 赶不上这班车 可就要睡在办公室了 小明拿起公事包 手刀冲向公车站 就在公车司机准备关门的时候 及时冲上了公车 司机看了看小明 脸上还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车上大概有十几个乘客 每个人都面无表情看着窗外 小明走到最后一排座位坐了下来 一整天的忙碌与紧绷 这时候完全放松了下来 眼皮也越来越重 小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小明揉了揉眼睛 手表显示时间刚好是午夜零点 抬头想看看公车开到哪了 竟然发现 车上的乘客与司机都不见了 空荡荡的车厢只有他一个人 更让他感到害怕的是 车子竟还在慢慢地往前移动 难道我搭上了传说中的幽灵公车吗 各位朋友 乘客与司机为什么会消失呢 他们去了哪里 公车为什么会自己动呢 大家先放松一下 帮忙点赞与订阅 10秒后告诉你 好的 答案揭晓 因为公车故障了 乘客与司机都在帮忙退车 根据非正式统计 人们在面对发生离奇事件的当下 有80%的情形是自己吓自己 大家也不用太过探讨这个故事答案的细节 主要是想透过这个诙谐的答案 提醒大家 在发生不可思议事件的当下 必须冷静沉着不慌张 尤其是不可先入为主 因为事实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 动动脑时间 老师问小明 你知道怎么把大象放到冰箱里面吗 小明回答说 太简单了 第一 把冰箱门打开 第二 把大象放进去 第三 把冰箱门关起来 Bingo 小明你太厉害了 完全正确 那么你知道怎么把场景录放到冰箱里面吗 小明说 也是一样啊 第一 把冰箱门打开 第二 把场景录放进去 第三 把冰箱门关起来 不对哦 请再想一下 应该是 第一 把冰箱门打开 第二 把大象拿出来 第三 把场景录放进去 第四 把冰箱门关起来 狮子王今天森林之友会要召开动物会员大会 所有的动物都到了 只有一只动物没有来 你知道是哪一只吗 答案会在下一期影片公布 敬请期待 上集解答时间 高铁上的小实验 小明坐在时速30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 向上垂直抛出一枚钱币 钱币在空中的时间是6秒 请问钱币落下的位置 距离小明有多远 答案是 钱币会落在原处 小明手上 这是因为惯性的原因 钱币虽然抛向空中 但是在空中会维持原有的惯性 也就是与列车同一速度 所以最后还是落在小明手上 生活中的惯性例子 人在静止的公车中 公车突然前进 人会向后仰 反之 前进的公车突然减速 人会往前倾倒 有趣的看图猜成语 答案是 德格不入 刀枪不入 因为它们都是蓝色的 Blue 不入 这集影片到此结束 别忘了帮忙点赞 分享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